韩剧的神情男一号 个个都是勇敢保护弱女指的超人 话说韩剧有三宝 收获癌症一不好 如果你对韩剧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三点 那你真的落伍了 现在如今的韩剧可谓是花样百周 我叫金三顺带了一阵烘焙风 拥抱太阳的月亮 谈的是正直 主持的太阳里创新地加入了惊悚元素 但不管怎么突破 女生始终靠男生拯救的中心思想 依旧没有变 其实怎么离富二代惊叹 只是在看到柔弱的屌子女主角 跟姐姐吵了一架之后 就激起了骑士精神 然后莫名其妙地爱上她 随之开始疯狂地追求她保护她 到了来自星星的你 剧中的女主角千颂一 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大明星 但编剧大人 偏让她无辜地牵进一桩杀人案件 随后被解约被谩骂被暗杀 还赔光了钱 而男主角的功能 已经进化到超能力了 拯救她的外星人都敏俊 在滞留地球这四百多年间 不仅能顺时完成空间移动 还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有了这样的男朋友 估计任何一个少女做梦都会笑吗 每个姑娘都不快想自己是灰姑娘 会有高富帅围着自己保护自己 而且一个不够 要一群才满足 生活中所有的遗憾 都在韩剧中都能找到满足 韩剧依靠男神造梦 真可为手段高超 用心良苦呀 乐白天综合报道